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Kevin 很多女生呢 都常常问说 保养品到底要怎么买自己的皮肤才会变好 其实我在这里要非常慎重的告诉大家 有一件事情你没有做好 你就必须把所有的保养品都丢掉哦 什么事 猜猜看 答对了 那就是清洁 清洁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呢 即使你买再多高单价的保养品 都只是对于皮肤增加负担而已 所以怎么样能够正确的清洁自己的皮肤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卸妆 回到家如果说你有画眼妆的女生呢 你如果有画睫毛膏 眼影 眼线这些产品 首先一定要先用眼唇卸妆液 这瓶眼唇卸妆液我想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 油水分离的质地非常非常的温和 摇一摇 然后呢用你的化妆棉或者是棉花棒 一定要记得如果你有画眼线 或者是你有画亮片的产品 先用棉花棒把眼线或亮片 轻轻地从眼睛上面卸除之后 再开始卸你的眼影跟睫毛膏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亮片如果你直接用化妆棉去卸亮片的话呢 它很容易因为你的眼唇卸妆液融到眼睛里面哦 所以记得先用棉花棒把眼线或亮片卸掉之后 再用化妆棉把整个眼妆卸掉 眼唇卸妆液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的温和 即使滴到眼睛里面都不会有任何刺痛的效果 而且再怎么防水的眼妆都可以卸掉哦 到眼睛里面就这样子 一会儿在雨中 在清晰就在清晰有点测滚水 精灯